谢谢市长 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 跟大家有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对谈 那也就是跟线上的朋友问好 然后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投影 说有一个四位书的一个密码要输入 是不是刚刚的那位朋友 对那因为我的演讲 其实照例都是没有任何固定的主题 我的主题是靠大家来决定的 所以大家如果手机上面有扫QR Code的功能的话 那我很快再这位同仁来帮我输入密码之后 这个QR Code就会跑在大家的荧幕上面 以及直播的这个画面上面 然后那大家就可以去扫 那如果等不起这个QR Code的话 那也可以先连到一个网站 它叫slido.com slido.com 那连到slido.com之后 就输入8027就可以了 slido.com 然后8027 那这是没有QR Code的时候的办法 那但是到底什么时候会有QR Code呢 还是我就清场 就没有简报了 那也可以 还好吗 其实需要技术支援 这样我也可以 就是突然变成厂商 OK 好 以上都是振伪自带厂商 那时候健保快意同跟那个口罩系统 他们有一次接不上 然后我就跑去观帽 待了一个晚上 然后说可以把我当工程师用 然后所以最后就把那个补上了 那OK 现在QR Code好了 应该不用我来写程式 可以连到QR Code上面 是用像Line家朋友那个功能也可以 那或者是就像刚刚讲的 手动输入slido.com 然后8027 那不管是扫QR Code也好 或者是手动输入也好 都会进到一个匿名的 可以提问的一个聊天室 那这个聊天室大家如果已经进去 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大声招呼之类的 那大概就可以马上就看到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能 好 有个朋友留言8027 非常的有创意 那就是它两个功能 一个是说它是匿名的 也就是说任何人问 任何问题都就是没有人知道 是你问的 因为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机嘛 那所以大家想到什么 就可以直接问什么 比较没有举手发问的这个困扰 而且在线上的朋友 也跟我们线上的朋友 有等于一样的发言权 那第二个好处是说它可以按赞 也就是说你只要看到 就是你也想问的问题 那你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那按赞的数量越高 越会跑到右上角 就是跑到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优先的来回答 那好比像说在8027这个测试 就已经有两个人按赞了 然后这两个人按赞 它目前就是第一名 对 那所以大家随时想到什么 就可以直接发问 那追问等等 会跑到右下角 右下角是最新的问题 那有的时候像什么 冷气太冷 冷气不够冷 光线太强 直播声音坏掉 什么之类 通常都是靠右下角 这边来及时解决的 那所以在接下来一个百小时里面 这个我就会来处理 那有些临时动议 好比像说 环保鼠刚刚满33岁生日 请我在开始简报之前 跟大家说生日快乐 这当然是没有问题 环保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 OK 这样我还比环保鼠大六岁 好 那在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 大概就是我会尽可能回答全部大家提出来的问题 但是如果来不及回答完的话 那也先跟大家说抱歉 那当然如果一个半小时 就是还没有进行完 就已经没有问题了 也没有让人聚首 也没有让人分享 那我们好像就只能提早就是结束 不过以前从来没有提早结束过来 这次都还也不会提早结束 所以在大家在想要问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就先这个有六位朋友们说很高兴 有机会可以聆听专业演讲 那我就是还是稍微开一下简报好了 我们这边其实我们就在这两天 我们每年有大概30个见习生 然后这30个见习生 我们会把它派到就是各种各样的小组里面 然后这些小组能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去告诉所有这个就是年轻人说 你如果看不顺眼这个政府的网站 或者政府的服务或怎么样 不要只是在外面批评 你可以进来一起来改善 所以这个就叫Rescue Action by Youth 就是青年学生提建政府网站 数位服务专案 那各位如果在2017、18年 曾经有听过Rate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是把所有的公家机关 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网站 它只能用IE 或者是说只能用特定的手机 然后别的手机不能用等等 都去有系统的加以解决 那但是后来到2018年 因为浏览器相容性 大家都照顾得很好了 已经没有什么别的要解决了 所以到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Pivot 就走转 那就变成是说 他们觉得难用的部分 那他们就自己来找题目 然后去解决 所以就包含怎么样了解 使用者做易用性研究 找出问题 重新设计 初步的原型测试 然后产出互动服务的原型 也就是说从机关的角度来看 这些见习生就不是只是 好像来批评的 而是说他们是带着礼物来的 那这个礼物就是他们设计的会动的 这个新的雏形的一个网站 所以像大家后来 现在很常用的健康存折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来健康存折好像只有30万人在用 现在好像已经超过三四百万人了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 原来X光片 也可以直接从手机上面下载 那甚至这个医师诊断代码 可能输入有误 他也会马上的去纠正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point 就是我们在青年学生觉得好用的 不一定只有青年学生用 而是就是老少嫌疑 那当然在就是去年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环境 所以他们都想要检举特定的电视台 那所以发现检举的那个网页非常难用 而且手机没有办法用 他们都跑去改NCC的意见形象 然后台铁的返乡的车票 故宫博物院 还有台湾的登山整合资讯网 那这边我不知道有没有山友 就是如果有山友的话 可能知道说在以前 就是你要申请山务 有些要排队 有些要抽签 有些要入山镇 有些要国家公园许可 有些要 我一定还漏了一些 那这些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选择的机关 每一个的界面都不一样 而且呢 没有一个像 就是 怎么讲 就是booking.com 就是你只要订一次 他帮你把全部都安排好的 这样一种一站式的服务 所以虽然就是说登山 如果很资深的朋友 其实他大概也都会了 但是事实上 其实对于很多第一次登山的朋友而言 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跑那么多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去年的一个瑞的专案 就是我们用以人为本的方式 去做数位服务的一个重新设计 那所以 这个其实是来自于 就是网友的一个 就是我们像当年 这个2017年5月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有一位网友 他在国发会 公共争设计网络参与平台 提出一个联署案 叫做报学软体 难用到爆炸 那这个联署案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成分 它全部都是负能量 就是如果你去看他留言的话 全部都是说什么财政部长下台 关贸无能什么之类 就是非常酸的一些留言 那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开放政府的机制 所以当时就是杨金康专委 就直接在底下留言说 那所有给我们财政部批评 职交的朋友 我们都邀大家下个月 到财政部资讯中心来 我们一起来画出下一个年度 也就是2018年的保障软体 那他只要这样子一留言 当然我底下马上我去推文说 我是唐凤 他讲的是真的 他不是一个路人家 他是真的 我们开放政府联络人 那马上这个风向就逆转 也就是说80%的朋友 都非常愿意来分享一些具体的建议 只有不到20%还在那边 就是讲一些口号 财政部长下台 已经没有人理他了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 其实是非常就是有那种 就是建议勇为 就是比较激魄的那种美德 就是他看不顺眼 那你好好的问他的话 他会很愿意的去跟你分享 所以就像报信软体 当时是靠卓志远这位朋友 他是一个设计师 他提出这个联署外 是因为他特别看不惯 为什么他看不惯 是因为他就是一个专业的 使用者体验设计师 连就是可能标凯体 他都看不惯 那更不要说当时的报信软体了 那所以这个时候 就所谓谁在乎谁痛苦 所以这个时候把他这个找来的话 他就是运用体验设计师的一个方式 叫做user journey 就是使用者的一个旅程 去把我们看到的这个活动 从服务流程开始之前 就是大家怎么样选择报信方法 使用服务的当中 然后以及他到后面执行的时候 里面每个点 他有什么行动 有什么需求 碰到什么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以及他的情绪如何等等 这些虽然网路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意见 但是我们用这样子一个简单的 一个二维的方法 就可以把如果200个人洗版 都是讲同一件事情 其实你只需要贴成一张便利贴 所以我们中央路上设计意见 我们以前都觉得是一个 就是noise over signal 就是大部分是杂讯 但是只有少数有用 好像那个掏杀取经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现在因为我们可以让网友 尤其是这些很有想法的这些网友 来代替我们 来做这样子一种掏杀取经的工作 所以我们只要等两个礼拜 等三个礼拜 然后一来看到的 就是这个每一个 都是可以用的一个版本 那当然在里面 就会常跟我们的见习生说 就是我们只有要注意一个 就是你不管是做使用者访谈 或在网络上面搜集意见 大家的留言写什么 你就必须要如实地张贴上来 因为很多人呢 就是如果在公务机关服务比较久的话 可能他看到网友帖自报多 那他报上来给长官都会写 文字烧嫌冗坠 也就是说他希望长官的那个 就是血压可以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里面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公开的一个讨论 所以如果人家写自报多 而你贴文字烧嫌冗坠 从汪友的角度来看 你就没有站在他那一面 你如果没有站在他那一面 他为什么要另外花行李来帮你想 那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把惊叹号拿掉 但是字是不可以改掉的 他写自报多 我们就要贴自报多 写华丽到让人迷惘 我们就要贴华丽到让人迷惘 这些都真人真事 在2017年5月的时候 如果有用过当时的报信员体 你在申报还没有送出 只是第一次试算完成的时候 那个画面就会突然停住 然后出现一个五区国税级 还都不一样的一个吉祥物 一个小娃娃跳上跳下 然后用标开提写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全形惊叹 那然后这个是 就是想让你感觉好一点 就是缴水感觉好一点 那但是就是相当多的网友都指出 就是他只要一想到要报税 心情就不好 意思就是说 报税人体怎么样都不可能 让他心情变化 那所以所谓痛快 就是痛得快一点快点结束 他自己有办法 可能去吃个什么巧克力之类的 让自己的心情变好 绝对不是报税人体本身 要能够把他的心情变好 所以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上千则留言 这样子整理完之后 其实也不过就那么 二三时间待办的事 并没有特别的复杂 也没有特别的就是难以理解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这些 朋友们都邀到现场来 那这就是骂得最凶 最酸的一些民众们 那这边就是很可怜的苦主 就是官贸网络公司 然后那这个是国税局的朋友 那在中间的就是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那他的工作就是去确保 是我们说见面三分情 见面就骂不下去了 何况是一起在共同创作 就是在四次的工作坊里面 就把很丑的东西变成比较漂亮的东西 那这可以说是第一个蛮成功的经验 为什么他能够在四年 就是2018年就有96% 而且后面甚至到接近98%的一个满意度 其实我们在数位服务上 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满意度 那就是因为这上千位朋友们都觉得说 里面他至少贡献了一张便利盐 有点像盖了一座寺庙 然后你看到你的名字 有刻在那个小小的一个石头上面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如果我的亲朋好友不会用的话 我有责任去教会他用 因为这个是我帮忙的 里面至少有一张便利盐是我的 那不然的话 就算你花了大钱 请了第一流的设计师 如果你没有卷动车三四千位朋友的话 那其实他们是没有必要帮你做职工 那这个时候 大概满意度也没有办法这么高 所以我们在登山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先去看说 到底是哪些人看到内政部应件 所推出的这个所谓一站式申请 但当时的一站式申请 其实它只是一个类似入口网站 就是他把每一个入园申请拍拍站 然后呢 你找到那一座这个山之后呢 你就一个一个再点进去 他开四个时庄给你 那所以当然这个登山界就骂声一片了 那但是呢 我们说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看谁骂 这些骂的呢 这个所谓闲货才是买货人 这些骂的最大声的 只要这个院长 就是推出一个向山之境论坛 把他们都腰过来 那他们可以花非常多 可能几十小时的时间 去帮你想说 可以怎么样做得比较好 所以就是先故意做一个 有措置的版本 去给人修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对 就是我们在网路上面 常常你去po说 这个请这个专家 这个请大家指点 谜记呢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底下都没有人留言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账号 或者是你请你的朋友 赶快留一个错误的答案的话 底下马上冲出很多专业的人士说 你不能这样子 不能这样 对 那所以就是说 有一个错误的答案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让大家来骂 因为只要大家一来骂 你就可以去说 那这些朋友们 是不是一起来 帮我们去想 那这也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是公务员 但是我们下班之后 我们也是一般的山友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如果是在公务体系里面 我们当然每个部会 有自己的分工职责 尽量不要去踩到别人的线 就是我如果是在内政部的话 我大概不会去说 就是警政署 因为就是的这个职责 跑去管到其他的部会 这是不可能 警政署就是管警政署 自己的事情 那但是这个警政署的事情 其实有很多事情 它是可以用一战事方法解决的 这些警察朋友下班 自己还是会去爬山 很多人会去爬山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那他不是以他的 这个公家的身份 像slido 我们开这个匿名留言的 目的也就是在此 就是说 他其实对国家公园管理处 有很多的意见 但是他在警政署 那但是我们开这种 跨部会的协作会议的时候 他就可以用手机 然后留一个昵称 然后去就是 对国家公园管理处 有很多的想法 那所以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我们是概念是 有一个叫做设计思考的 一个方式 那这个设计思考的方式 大概可以分成四个步骤 那就是去发现 去定义 去开发 然后最后去实作 那开发 然后最后去给出解法 去deliver 最后这边是一个deliver 这个字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大部分的工作 其实在我们的行政体系里面 常常都是我们有些法定 必须办理的事项 所以我们其实 大部分是在develop 跟deliver的这边的一个工作 上游一般会觉得说 可能立法委员啊 或者是政务层级啊 要来处理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 当我们就是推出一个东西 像刚刚讲到一战事登山的第一版 被骂的时候 那这就是一个行政部门 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来开公厅会的一个 就是影子 一个缘分啊 就是说既然有这么多人 那我们不如回到原点 然后去问说 那大家到底对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有什么样子的要求 有什么样子的期待 我们先把这个期待 先全部都搜集好 也不去下判断说 谁对谁做怎么样 因为每一个人 他本来要的东西就不一样嘛 那我们就大家一起见个面 然后去把它定义成 一个共同的一个要求 那这里呢 我们就用了一个AI的工具 叫做Police 这个工具我们现在很常使用 而且事实上 已经是一个政府二级机关的王子 Police.gov.tw 我们象山之境是用这个 象海之境也是用这个 它就是去让很多人在上面 提出自己的意见 然后把别人的意见呢 它只有就是推跟不推的两个选项 那所以我们第一次用Police的时候呢 是在2015年当时Uber 在进入台湾的时候 我们去问大家说 好比像说这是当年我的一个留言啊 说我觉得不管Uber最后怎么样 那坐在乘客这个位置的人 都一定要有乘客的意外线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不管就是你对Uber有什么想法 大概你都可以同意我的这个想法 那如果你一按同意 你就往我这边靠近一点 当然你也可以不同意 那按不同意你就往我远离一点点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别人的这个其他的想法 那等到你按了几次同意不同意之后 你就会系统会问你说 那你的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那这个呢 比起我们一般的讨论的留言板 有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并没有一个回复的按钮 就跟Slido一样 Slido上也没有一个回复按钮 如果有回复的按钮 大家就会忙着打脸 就没有空打书 就是脸书里面打脸的多 打书的少 那但是呢 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回复按钮的话 那其实你如果看到一个问题 你觉得不值得那么多赞 你现在最好方法去提一个更好的问题 然后去拉票 让他的那个数字升上来 你不会有就是去攻击他的那样子一个倾向 所以在每一次这样子跑出来的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到说 确实有一些比较意识形态的 可能大家就是争执不休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在绝大部分的题目上 是有相同的价值的 而这些相同的价值 我们就可以就是先去做就对了 那所以呢 像我们这边就是有很多就是山友来这边留言 那这个最争执最大的就是说 天后不加台风豪大雨的时候 这个抽签到的人就不能去了 那这个资格应该可以放到下一次 那这样子的话呢 下一次的抽签呢 他应该有优先权保障名额什么东西的 那这个就是一半的人赞成 一半的人反对 可能跟他们抽签的那个回忆有关 就是以前签云比较好的人 可能会比较赞成 那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大家都同意的 那大家都同意的 我们就会邀请大家一起来讨论 包含刚才讲到的就是搜救人员嘛 然后还有零物局国家公园 山友桌长等等 那这个之后呢 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说 同一件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 而且脑力激荡的话 他比较有可能找出最好的解法 而且大家发现说 自己的这个想法 能够变成我们实行生 做出来这些新的界面的时候 他们也会很愿意来进行就是开发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因为就是我们骂得最凶 就当时的这些朋友们 这些因为都是开地球的 我就都失明了 那所以他们就会就是变成 好像那个汤姆利显系里面说 就是你要特别有什么特权呢 就是去用那个比较就是不怎么样的版本 先起测试版本 然后告诉我们到底哪里 不怎么样的那个特权 就是帮汤姆去骑那个墙壁 变成一种特权啦 那而且他觉得是说 那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公共产单位退出 都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版本才会退出 所以其实我们在建制过程里面 厂商内部测试的版本 其实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来参加这个测试 所以对这些商友来讲 他能够却评中选变成可能50个人之一 或者60个人之一 这个是他们很珍惜的 所以就会给出很多非常好的一些建议 那所以这个就就是会一直分享 然后就会说这个发现有似乎请温和反应 跟当时骂得很凶的状况是已经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里面已经有他设计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骂这个也是骂他 那所以大概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商友们就会说 这个好像登顶还要很久 但是至少我们开始了 那最后呢 这个就是就是有很多 就是有登山经验的朋友们 在后来我们开放之后 真的就发现说 他最常见的这些就是路线等等 我们都帮他规划好了 他只要稍微加一个点 少一个点等等 就会自动很有人性的 去把他做到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呢 就是当然就会有人说 可是只有中文版啊 没有英文版啊 那我们就说好 英文版再过两个月就会上线 只有这个美语啊 没有阿美语啊 好 那或者是说这个 只有这个就是网页版啊 那手机的app呢 app呢也我们说 手机也可以用啊 又RWD了 那对话机器人呢怎么样 有没有VR的版本啊 什么之类 那所以就是说 当你就是推出 而且大家在询之后 经常才是这个 比较困难的开始 因为每个人都会开始想出 各种各样的应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 没有啊 因为本来的那四个部会 或者机关的申请的网站 其实还是在 我们这个新的界面 并没有动到本来的网站 我们是一个好像旅行社代理人一样 就是说你在这边规划了之后 那我们就帮你用机器人 不是替代一样 没有替代一样 就是那个用机器人 去帮你往这个后面的 几个网站去发送 然后呢 当他们有新的更新的时候 集成到这个旅行社来 那这几整段都是运用 我们叫做OpenAPI 就类似口罩地图 即时更新 那样子的方法去创接的 那这一部分也是公开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对话机器人 你就要接跟我们网站 一样的机器人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对话机器人了 不需要我们来帮你 加一个机器人的功能 那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每个人 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他说 那你请你来 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变成 好像总是我们自己要包山包海 然后预算不断的膨胀 那而且事实上 就有一些是我们不太熟悉的部分 那这个更应该让更熟悉的 好比方说 如果有人要做一个VR界面 我们平常上班 并没有在用VR嘛 所以这个界面如果坏掉了 我们也不会知道啊 那就应该让 特别狂热于VR的人了 跟他说 你请你来 这边有些API 那他就可以直接去开发 直接发展 所以这个就是 可以开放出各种各样子民间的运用 所以大概就是 一开始总整一下 就是说 我们如果一开始的这个 在问题定义的这个阶段 不是我们自己去定义 而是尽可能让骂得最凶的人 带着他们的挑战来定义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到最后的这个共同价值 就比较有可能是 之后的 后续的应用性比较广泛的 那如果我们一开始定义是这样的话 我们做出来的第一个版本 总是可以说是抛砖引玉而已 那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要做额外的应用的话 就可以说 你请你来 那大概是 就是一开始跟大家分享 我讲这么多 其实只是想要 就是大家多一点时间问问题 所以希望现在 这个大家已经有时间问问题了 OK 好 那有十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开放资料 常常被有心人士酸言酸语 甚至是恶意的曲解 抹黑政府 有什么对策 其实你要想 你如果不开放资料的话 然后他就说 我拿到一些 这个外流的情报什么东西 然后他也可以酸言酸语 也可以恶意曲解 抹黑政府 而且你还不能反驳 因为他的那份文件 你没有公开 那所以当他断章取义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开一个会议 那之后三个这个与会者出去 三家记者访问 好像三个不同的会议 就是完全就是每个人 讲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开放资料 不是去跟 就是什么都没有去比 而是跟不开放 然后大家还是自己想办法 去公开了 去比 那但是在大家就是自己公开 自己放话 自己断章取义 这个情况 其实你没有办法拦阻 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 新闻自由 媒体自由的一个国家 所以就是他出了这场会议之后 或者他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之后 他要怎么跟记者讲 说真的你也打他没有办法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说我担任这个政委员以来 就是我主持的每一场 我都是有就是影音 或者是竹子稿的公开上网 那在竹子稿部分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这四年来 我一共主持了1405场的会议 跟5629人 讲了284357句话 那而且这些 这些都不是就是摘要而已 这些真的都是 就是非常实打实的 就是每句话每一个字 举例来讲 就是像我在 就是刚进内阁 2016年10月1号 那当时立法院就办了一个 电子竞技 未来产业方向与归类的一个公听会 那在这里面呢 也有很多的选手 就是电竞的选手提出他们一些 很实际的一些问题 而且大概主要的几个党派的 这个委员都到了 那这些选手呢 当他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立法院公听会的情况 就每个部会就会以自己 权责来回嘛 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 这些都不是这三个出席的部会的 那就是通常都是没有出席的 那一个的啊 那但是呢 事实上就是回去之后 没有出席的那个 也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电竞的定位 一直都是在一个不明的状况 已经长达了十年 那所以 我就是两个礼拜之后 我就在院内自己开了一个协调会 那这个协调会跟之前十年以来 每次电竞的协调会 最不一样的 就是说 我是把我们在这边 公听会听到的选手的故事 就是刚刚相当于 Explore 就一开始的那个部分 Discover的这个部分 直接分享给大家 那分享给大家之后呢 这个我就和各而言而止啊 就文化部主张说 这个不是传统文化 因为电竞没有一百年的历史嘛 所以应该是就是体育嘛 体育署的事情 体育署主张说 这个没有动到大肌肉 不能算是体育 因为就是学校都有那个体育时间嘛 那所以如果这个一小时的体育时间 大家都可以打电竞 乘合体统 这应该是竞技部的事情 那然后竞技部就主张说 这个如果你把电竞比喻成一种体育的话 竞技部管的是那个球场 以及那颗球的制造生产 以及品质 以及标准检验 那这些经济部都可以管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球员是经济部在管的 所以应该是文化部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说 当大家这个这样子就是讲出来 这当然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之后呢 我就会有一个类似这个红黄绿灯 绿灯就是说 有一些大家是本于权责可以做的 有些黄灯是说 需要一些外在的条件才能够达成的 惊叹号呢则是就是根本就是还有争议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我也不做才是 我就是把这个如实的公开 到PTT 到这个巴哈姆特 到什么就是雅虎电竞 反正就是Mobile01 这些网络上面会聊电竞的这些朋友 那一上去之后 当然就不乏这个刚刚讲的这个酸言酸语 这个湘民啊等等啊 恶意区解默 黑政府 这都很多 那但是呢 就是通常这样子一篇文章贴数据 可能开始有人酸言酸语 恶意区解默 黑政府等等啊 这样子贴到了第四楼 到第五个留言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个很专业的人 想出有创造性的解法 这个就是专业的五楼 那专业的五楼为什么这么专业呢 因为他是第一个真的能够看完 然后还留言的人 前面四楼其实都没有看完 他就是看一个标题就开枪 这叫做带风向 那所以为什么五楼可以这么专业 因为他是这个领域的domain expert 所以他才能那么快地看完 然后才贴出他的这个意见来 所以前四楼的 特别是一些人身攻击什么 我就假装没有看到 但是呢 第五楼的一些很专业的建议呢 我就会在下次会议上面 再把它带回行政院 然后说 这个八卦版的某一个人说 他主张围棋现在是一种电竞啊 那因为围棋都在网络上面下了 而且AI也下得比人好了 所以应该算是一种电竞 那文化部已经对于这个围棋 有一些补助啊 替代意啊什么之类 那表示说他补助一个电竞 而没有补助别的电竞 是不是可以等量起关呢 什么之类的啊 那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想法 那所以 那么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对大部分的部会而言 他们不是不想听网友 他们是觉得说 在网友的这些建议里面 他是不知道脉络的 所以当我们透过这种 开放的一个方式 让网友完整地知道脉络的时候 其实网友 里面至少有专业的五楼 这样子一个人 可以提出一个具有突破性的 具有创新性的一个解法 好比像说 应该是巴哈姆特吧 就有一个人提出说 那如果这个体育署 一直不肯把它叫体育 我们把它叫记忆文化表演 那记忆文化表演活动 还真的也是体育署的事情 就是智力运动 智力的记忆文化表演者 打桥牌什么东西的 也算是体育署的事情 这个还真的没有错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从行政院的角度来看 我带回来的 大概都是像刚刚那个 便利贴里面 就是有用的意见 那对于这个行政院的朋友来讲 各部会朋友来讲 其实我不是说直播 我们的会议出去 竹子稿大家都知道 有十个工作天可以编修 所以就算你在会议里面 开了一些 就是可能就是被断章起立 很不妙的一些玩笑 大家都可以就是回去 然后把它改成一个 比较合适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 部会朋友回去之后就说 这个过了十个工作天 他就写个email来说 智文你不用再开协调会了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真的坐下来去听 对面那个部会的观点 我发现我同意他 那常常都是 在协调会的时候 是急着defend自己的立场 其实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 去听对方的立场 但是因为你有十个工作天 要别人急 所以你不得不把对方的立场 也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后来就发现说 记忆文化表演者 现在也还OK 那下次协调会就不用开了 那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去确保说 不管有恶意曲解 还是有抹黑 还是有酸言酸语 总是有完整脉络的人 可以直接跳出来 然后连上什么呢 连上一个 就是竹子稿的一个段落 就是他讲这句话 他是有一个脉络的 那这位委员 他讲的这句话 他就有一个网址 你如果按这个显示脉络 他就可以显示 在整个竹子稿里面 他的脉络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他一句话被放大 被恶意解读 只要这个东西 你在搜寻引擎 是先找到这个 而不是就是先找到那些 端章取义的部分 其实根本没有 端章取义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 就是主动的开放 是一个最好的 让人没有办法恶意曲解 你因为你的讯息 已经先出去了 是被动的开放 就人家说这个 你拖了很久没有开放 然后你被动的开放 才很容易去被找麻烦 那所以就是我们 如果把开放变成一个 我们在工作当中 它就是工作的结果 就是你还没有人看到 就自然会开放的这种 像在明显公共物联网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大家大概不是说 用这个人去看 每一个这个微型感测器 的那个感测值 然后批了公文 到署长 然后再开放 而是说它机器一搜集 马上就开放了 那这种一搜集就开放 因为中间没有人 反而也没有说 好像我们就是有什么过时 等等的这些可能性 因为如果它的机器出问题 那全国都看到 机器出问题 那但是因为我们 已经持续这样子 开放很久 所以民间也有这群像 子曝在哪里 或什么这些作者 他会来告诉我们说 那这个是因为 这边什么有人放鞭炮 有人什么这个节庆 有人什么之类的 其实不是说 就是机器不稳定等等 那所以我想这些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大概通常 以我们经验 大概半年左右 是持续让大家知道 都有在开放的话 那其实要多样取那种成本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高 有位朋友追问说 现在会议会不会 做成竹子稿 今天只会做成露营 之后可以在YouTube上面来收看 我刚才签了这个授权书 有14位朋友们问说 行政院准备规划成立 数位发展专则机关 来整合智慧型的 服务政府的功能 那环保署也即将转型 成立环资部 那可不可以针对环资部 未来的科技的执法策略 给我们一些建议 也可以搭配 未来数位发展专则机关 来推动运用科技来服务人民 以及保护环境的一个工作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之前在开放山林 以及现在开放海洋的时候 大部分人如果有遗欲的话 大概也都是环保的这个因素 当然还有原住民族 就是传统领域记忆的那个因素 那但是 就是我们有一个翻转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因为其实它是还是限制车 它只是不再限制人 就是人可以比较自由地去爬山 那所以呢 其实当然一开始确实会 对环境承载力会产生影响 可能是负面的影响 那但是因为大家都在身上 而且身上也都有网络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个曲工人部长说 他可以用黑鹰直升机的训练的汤词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到哪里 那身上发现收不到网络的话 那黑鹰直升机下次在训练演习的时候 就顺便帮你载个基地台的零件 然后那边就会有网络了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是宽敏人权 所以任何地方包含玉山北风 就是都有网络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你很难就是破坏环境 然后完全不被发现 那就是说在人可以走到的布道上 那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的科技执法 就不是只靠专业的这个寻山者 这些当然都还是非常重要 而是靠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他当他发现的时候 现在就是不只是 你可以拿起手机牌 现在很多人就是一面走路 一面天上就有一个太阳的无人机 在那边拍 这个也是有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民间 可以取得的这种 就是环境监测这种资源 丝毫不逊于我们工部门的这个能量 唯一的差别是说 我们是很有系统的 就是可能每多少公尺 就一定要赶测点 每多少公尺怎么样 那他们就是 就是哪里有兴趣 哪里有争议性 哪里有话题 那哪边就会开始出现 那但是就像这一次的 总统北黑客松的卓越团队 就是凤茶 告诉我们的一样 其实我们这些最基本的 就是饮水点 水质的资讯等等 对于他们要把这个东西游戏化 变成我刚刚讲 就是大家都可以参与 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这边有水质资讯 有经纬图资讯 有这些资讯的话 他们就可以在上面架起一个 类似讨论版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他们可以就是引起话题 说这个饮水机的水很甜 这个很好喝 很干美 什么这些都是真的留言 就真的在凤茶上面 会有人开始就是品头论足 那一旦它变成一个话题 而且它可以分享 它就变成我们叫做social object 就是说不是我们泛泛的来说 就是到底哪里有这个 可以装水比较多 哪里比较少等等 而且针对一个特定的饮水机 特定的取水点 特定的一个就是空气监测 特定的一个水盒子 特定的一个一直产生资料 这些地方 我们就是开始可以讨论 它的资料品质等等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几乎所有的input 所有的输入 它都不太可能是来乱的 因为它来乱的 真的成本蛮高的 就像如果我们是玩精灵宝可梦 这边可能有人玩pokemon go 可能知道说就是pokemon go 就是你就是要去一些 公共艺术的这些地方 然后才能够就是一面欣赏它 然后一面去就是搜集 pokemon go所需要的一些资源 去抓这个口袋怪兽之类的 那当然在台北市的话 很多公共艺术是台电的变电箱 所以大家就开始认识 台电变电箱上面的彩绘 那但是就是即使是台电变电箱 这种就是平常你走过 大概绝对不会去注意的 这些东西 那也因为这样子 有一层游戏化的layer 放在上面 所以就真的变成 大家就会开始办很多 就是变电箱评头 论词诚美的那种活动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当它变成有社会资源在这边 而且因为你实际上要到那边 你才能够留言嘛 那所以事实上也不会有人 就是专门就是去破坏这些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就会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绵密的一个 共同监测的这样子一个网络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第一个是去看说 哪一些公民科技的朋友 已经去研发了 好比就是说像水盒子 水盒子就是空气盒子的社群 然后他们是专门去做水的这个侦查 那因为水的扩散条件 是这样讲嘛 水好像没有扩散条件可言 就是水的这个 到底它上游是在哪个点污染 然后下游才会监测到这样的数值 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计算的 比起空气来讲 所以它需要点位也不需要那么多 那在地的这些朋友 可能是一些环教的一些器材 可能是一些就是小学的老师 现在觉得说 我校定一个加深加广课程 我就是我就是去设置 这样子的水盒子等等 一下子就可以对那边 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 那我们就像当年的空气盒子一样 我们就抱持着一个 打不过就加入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那所以就是像风查一样 我们就可以去分享 我们手上已经有的 并且把这些缺漏的地方变成是 那我们就告诉这些民间朋友说 那你请你来嘛 你来补上我们的不足 那我们也答应补上大家的不足 所以这是大概目前以环境为主的一个想法 好 那 那因为就是 书长要忙刚刚那个问题的那个题目 对 好 那所以我们就继续了 好 那有13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怎么看公务机关 使用LINE交办业务 私爱人员竟然不让我们使用LINE的电脑板 到底用LINE处理公务安不安全 那跟大家报告 我是没有LINE的 就是我是不用LINE来处理公务 然后 我的LINE只是 醒来的时候 还没有上班的时候看一次 然后跟下班的时候看一次 那每天就看这么两次 然后 但是我E-mail则是随时看 半小时就会回 所以我就是把E-mail当LINE用 然后把LINE当E-mail用 对 这样的一种用法 对 那 这个后面有一个道理 就是说 因为 对我来讲 就是 LINE其实是很多人是一面想一面打字 一面想一面打字的话 其实我的时间就被绑在那个上面 那E-mail的话 如果你是E-mail先写第一句话 就按送出 然后再按送出 人家还来不及回 你就再打第二句话 然后按送出 然后再打第三句话 然后再按送出 那就没有人要理你了 那可能就被所有人黑名单 没有人这样用E-mail E-mail就是你要想得比较清楚 变成一整篇文章 你尽可能节省人家的时间 但是LINE因为你不确定 对方到底在线上还是不在线上 所以你就会想到 看一下他有没有读 然后再想下一句 然后他如果没有读 你再打比较长篇 他如果有看的话 你就赶快一个字一个字打过去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尤其是在群组里面 等于所有人都是 就是注意力缺速的那个状况 就是你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到底注意力可以转掉 什么时候注意力不能够转掉 所以我这个告诉同仁 不要给我LINE的最好的一个讲法 就是说 我的手机是这一支 它是那个Nokia的这个翻盖手机 这上面根本就跑不动LINE 它根本就没有LINE 而且它因为没有滑动式的荧幕 所以事实上我也不可能上瘾 因为很多人 它其实是那种不确定性 就是什么时候 它到底才会 就是打完这句话 什么时候它会送一个铁图来 这是很让人上瘾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就会一直去滑 或者是像Facebook Instagram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荧幕滑是没有用的 所以就是说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不可能对它上瘾 所以就是说 我用这个看了email 那我需要留言 我需要回什么 这个事实上是一支4G的手机 它是有VOLTE 我也可以做语音输入 它事实上可以看YouTube 这是一台智慧型手机 它唯一没有的就是触控荧幕 所以就是在这个双重保障 就是一个没有触控荧幕 那第二个是 就是我是在半点钟 半点钟才看email 才会email的这两个情况底下 那大概我的工作 就会可以很专心半小时 至少专心25分钟 就不会被打断 所以我觉得不用LINE的理由 倒不是资安的理由 不用LINE的理由 可能比较是精神卫生方面的理由 就是说 如果你用LINE来办公的话 那这个精神卫生方面 就是可能会付出 蛮大的一个代价 而且会变成永远不能下班的 那个状况 然后但是就是 从资安的角度来看 当然就是有一些 LINE群组织是像那个 机管家那种对话机器人 那个导师 我们完全不反对使用 因为上面的东西 都是不怕人知道 它只怕人不知道 越多人知道越好 那只要是这种性质的 当然你爱用来就去用来 那但是如果是 就是并不是大家都知道 比较好的性质的东西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说 是以一个比较完整的 可能一封email的那个长度 然后再去进行讨论 那如果需要及时通讯的话 那就是约好一个 在这个 就是这好比较说 一个task force 五个人 那我们就约说 那我们就固定几点半 这个几点钟 在线上用时讯 互相会面 然后快速互相确认一下 或者有个conference call 大家快速确认一下 在我的感觉里面 就这个都比LINE 要来的有效率的多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尽可能去把它规划成 即使你用LINE 也把它当成email用 那这样子的话 大概就会发现说 email其实大部分时候还不错 那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年轻人政委的确是 这个为政府注入心血 是不是能够会鼓励 年轻人投入政府 或用什么方式鼓励 那像刚才所讲的 就是我们的RAID的计划 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鼓励的方式 其实青年署 一直有各种各样子的 就是公部门建议的 这样子一个计划 只是说通常建议生 因为你需要有一个supervisor 然后你的办公室里面 也需要有就是他能够空的那个位置 所以一个机关 通常不会用太多的建议生 因为一个业务机关 忙自己的业务就忙不过来 怎么还有可能去带30个建议生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 吸收30个建议生 虽然我们在院本部 根本只有20个人 20个人要怎么管30个建议生 那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案 就是说他们都是远去上班了 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 都把他们编成 三个人三个人一组 那每一组可能是 有一个设计师 有一个工程师 有一个PM 那这是一个达成 一个服务设计 一个最小单位 那接下来 我们就会有几次的见面会 那我刚刚才就是 因为他们完成了 今年的任务 我才签奖状 我要签30个 那除了签奖状 一起吃披萨 等等这些见面会之外 实际在工作的时间 他们就是 他们要改哪一个业务机关的网站或服务 其实是跟那个业务机关去协作 然后呢 他们如果需要跟使用者访谈的话 是在像我们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去进行访谈 也就是说 他不会占到行政院本部的 这个楼地板面积 而且呢 他也不需要有人在旁边 一直人定人去看 那这些都是 其实就是人事行政总处 在以前还是人事行政局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函 就是说 任何公务人员 只要他的工作跟网路有关的话 其实只要他的主管同意 他都不受工作地点跟时间的限制 这个是行之有年的一个公文 只是说 就是会很公开的说 那我就是要用这份公文 好像目前只有我而已 这是我入阁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 你如果要把我关在行政院 我就不干 就是我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是在巡回全台湾 那然后去看每一个地方 就是有哪些青年 有什么想法 那这些想法 通常是在大学 我常演讲嘛 也是用slide的方式反映给我们 那像最近我才 就是跟应该是荒野吧 就是他们在台北高雄 才刚刚跟他们谈完 然后台中 他们就是有参加这种环境的活动 倡议等等 这些青年 每个都非常的有想法 那他们也想要了解说 除了这个能源转型路径啊 等等这些感觉 很大的这些东西 到底有没有什么 是什么个人可以做的 所以我尽量先在高雄 才跟他们介绍了 另外一个 从我们黑客送的案子 就是台电跟新北市合作的 那个用智慧电表来反推 说你家里 其实就是有一台电冰箱 如果现在换掉 下个月就开始省钱 的那个非侵入式电力 什么指纹什么的 那个提案 那个同学 因为他是资管的背景 他觉得很棒 他有可以贡献的地方 他可以未来把这个 就是系统做得更好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对青年来讲 其实他需要一个梗 就是需要说 他这样子投入之后 他可以去跟他的同侪说 他很酷 因为他们同侪的生活 某一个部分 因为他而改变 像登山案的那些同学 他每一个会去 就是去跟他们学校会爬山的 可能登山式的朋友说 你们下一次申请的时候 就不用在那边 就是凌晨在那边排队 等筹签啊 什么之类 你可以用我们做这个界面 所以他对他的同侪 马上就有价值 但是我觉得鼓励的方式很简单 就让他一瞬间 就觉得说 他make an impact 他对这个社会 就算只有一张便利铁 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影响力 那大概是这样子的做法 那当然我们在公知策 网络参与平台 就刚刚讲的那个连署案 也不乏 就是甚至不满18岁的朋友们 来那边提案 像跟环保署比较有关的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逐步禁用吸管的那一案 那就是一个 也是昵称叫做 我爱大象 大象爱我的 这样子一位同学 他在议题出来 然后五千多人连署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他是个 逆程可以是任何人 那但是我们就是想说 一定是就是 换团很厉害 会动员的朋友 不然怎么会有五千多人 那结果我们一看 王轩如 他才当时16岁 高中一年级 那我们问他说 为什么要提这个连署案 他说这是我的 公民科作业 我的老师说 找一个能够 换起大家的连署案 然后他就去找 那个什么海龟 被吸管呛到的照片 什么之类 然后他后来又找到一个线上的社群 叫不素直客 塑胶的素 那所以这个社群就帮他扩散出去 扩散出去之后 一瞬间就动员起来 那我们当时都就是相当 这个严肃以对 因为国外也有那种 就是16岁的就是年轻人 然后想要发起这种东西 那我们如果没有处理好 他礼拜五 说不定就不上课了 然后到最后 全世界他礼拜五都不上课 那所以就是 我们当时就是很认真 那也很感谢 欢抱署的同仁 那我们后来就把 经济部的同仁也约过来 我记得也约了 面洗餐具的一些制作的厂商 那后来大家就 达成一个和解 因为这些面洗餐具的厂商 本来也是社会企业 他们本来要 就是做面洗餐具 可能30年以前 是为了要解决 皮肝的问题 就是跟我们现在 做口罩一样 就是面洗餐具国家 对这样子 那现在因为 就是时代不一样 皮肝已经有解药了 那所以他们也在 想说怎么样加持 他们的服务 很多是 说不定是二代接班 他们也在想 怎么样走转 所以我们后来就想了很多 就是不管重新设计 就不用洗管了 用玻璃洗管 用能够固碳的 农业废弃物的洗管 循环经济 什么之类的 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在这些想法底下 当然就是我们理解 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短暂放松那个精灵 不过现在好像又回来了 那所以现在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继续在推进当中 那这些年轻人 其实他如果是15岁 或16岁 就觉得说 他对国家政策 至少起到 推破阻拦的 这个作用的话 那他之后就 比较有可能再投入 更多的行李 去公共服务 不一定是 以公务员的身份 说不定是 以民间的组织者 或协作者的身份 但是我觉得 这些都是相当好的 有12位朋友们问说 那谢谢政务委员 对国际事务的用心与突破 那作为政务委员 这个疫情 如何加强 推动国际合作 那这个我想跟 刚刚的那一个 这个追问 就是请问我刚刚说 就是有一个人 是行政总处的韩 那各位 就是都是高阶主管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 就是下属 这个今天真的 引用那个韩 然后先说 我要远去上班 那这个主管 应该要怎么处理 对 那当然就是说 从我的角度来看 远去办公 跟在家办公 还是不一样的 远去办公 像我们是在 就是行政院的 社会装心实验中心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长这样 对 他是在仁爱路 三番区9号 他是本来的空军总部 那我们把围枪全部都拆掉了 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公园 等于大安森林公园 经过经过化石 就会再来到 这样子一个公园 那这个公园 大概里面就是 文化部有很多 沉浸式的 这个 不管是什么 神想实验 VR AR投影 什么之类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说 很多的科技的工作者 他是第一次可以看到说 原来他的这个作品 也可以有文化上面的意义 当然这边也是一个 凤查点 也可以看到 这个环保署 凤查的QR Code 大概就是差不多在这里 我们凤查点应该在这里 好 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地方 其实是非常适合远居工作 那大概有三个理由 一个是说 这算是户外空间 所以大家只要隔一公尺 就不用戴口罩 室内的话就很难 对不对 所以户外空间通风良好 那第二个是说 在这个空间里面 他有一些 很就是精致的一些设计 好比像说 大家聚在一个会议室开会的时候 可以很容易的就 经过一个类似这个中控室 就是不管你要加上 这个什么原住民族语言的翻译 字幕什么之类的 就当大家聚在这个会议室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容易 用双向投影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 自己好像胜利其境 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当我巡回全台湾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部会 大概12个社会创新 相关部会的朋友 就是在社会创新 实验中 现在他体验到 像我上一次 这个可能是到台南 或者苗栗 或什么其他地方 那大家就可以面对面的 谈好事情 而且谈事情的时候 不会觉得好像 每次都是就是公文还要转 因为每次转一次公文 就是抽象的程度又高一点 所以我们在中央 可能觉得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还真的解决了 但是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他当初提的那个问题 所以就很容易产生 一个不对齐的状况 但是因为我们是透过这种 远距视讯同步的方式 去确认这个在地的朋友 碰到的问题 所以就比较不会有 就是没有聚焦的这个状况 就算你好好的跟他说 这个因为就是你必须要立法 援改法律 我们在行政院 真的没办法帮得到你 有时候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你是好好的跟他讲 而且隔着荧幕也达不到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是就是很愿意 好好的听你说 那所以这个时候 大概就是 无桌可翻的 这样子一个状况 就是比较不会有 传统开会翻桌的 那个问题 因为他如果就是忽然之间 想要跟你大小声 你就把他的音量调小 那他的大声就变成小声了 这个情况下 大家就发现说 这个只能用文明来说服彼此 所以在每次的摄像巡回 其实大概都蛮文明的 所以就是说 有这样一个很好的音响 跟这个就是画面的一个中控室 那我觉得在大家在同步的情况下 就可以接近见面三分情 可能有个两分情的这个情况 那当然第三个还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 有很多这个游喜汉儿来 画出来的这些公共艺术 那有时候会有这种 无人车跑来跑去 就是充满了一个新奇的创意的 而且就是也有一个厨房 整天都有可以吃的等等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你听到一个新的 创新的想法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好像觉得是说 这个我不习惯 我不熟悉 所以我要保持距离 那相反的 因为好像总统北黑客松 我们在那个就是评审的时候 大家都是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堆圆桌 然后大家吃一些很新奇的东西 那又有一些队伍 像那个台湾好职地 带了很多就是有树的 种子的那些球 就是幼苗的那些球 然后就是摆在桌上 然后瞬间这边就变成 好像一个森林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大家在这种 比较新的比较开心的一种状态下 对于创新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而且过了一两个月 就算你已经不记得 当时听到创新 凤茶到底是做什么的 至少东西好吃 这个你绝对会记得 那茶好喝 这个也会记得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再次愿意回来 再听凤茶 就是再讲一套 他们最新的这个做法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远去办公 就是应该要规划出 像这样子的 类似卫星办公空间 那这个卫星办公空间 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不会觉得说 你是在家里 好像是工作跟生活 没有办法分开 好像下了班 随时都还在上班 好像一醒来就要上班等等 在家上班 确实会对这个精神健康 会有这些影响 但是呢 即使是离你家 可能五分钟 十分钟的 一个小的咖啡厅 或怎么样 也是可以布置成像这样 类似共同工作空间的 这个样子 那如果布置成这样子 而且有我刚刚讲到的 这些要素 就是通风条件良好 现在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然后而且有良好的 就是声音的 或者画面的 这样子一种设定 有一个mixer 那然后呢 又有好吃的东西 好喝的茶的话 那这三个维持在一起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 跟各种各样不同的 就是部门的 或者不同的世代的 或者不同领域的朋友们 来一起办公 那这个时候 这个办公 就会变成非常有创意 所以我觉得 都非常适合 推动远距办公 那因为地方创生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知道 之前就是有一些朋友 到中心新村啊 或者是到 就是国发会 其他的办公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个是 很适合继续推广 但是不是一下就推到 在家办公这件事情 那四年前 就是很多媒体都说 唐公司要争取在家上班嘛 那然后我就一直抗拒 我就说没有 我是远距上班啊 不过因为我在社创 已经待了大概两年多了 所以我现在下班都是 回到刚刚那个社创中心 然后上班也是走路 从新一大楼走到社创中心 所以社创中心 现在是对我已经 有一种家的感觉 所以现在说我在家上班 我也不那么抗拒了 但是就是说那这个呢 就是又回到就是 刚刚讲到国际合作 因为国际合作在我们现在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CNN的专访啊 或者最近印度的专访啊 什么 其实它的背景 大概都是社创中心 因为社创中心 会一直有一些文化工作者 像大家有时候会看到一个对联嘛 什么瑞智朱创新 什么什么 什么唐表穿日 曾风采 凤展瑞智朱创新 这个藏字脸 对那就是一个 好像专门做什么书画装表协会 大概都是八九十岁的长辈们 那会来我们刚刚的这个空间的二楼 去进行这个他们的书画装表一个工作 那因为我们坐了一个电梯 无障碍的电梯 然后你这边多坐了一个空桥 让长辈们能够很容易的 就是慢慢的这个扶着扶手 就能够过去 他们很高兴 就写了一个这个书画给我 所以就是说一直都会有这些新的元素 那所以对于国际的朋友来讲 其实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在射创中心强调的都是 就是允许发展目标 17个SDGs 那我的摄影机随便怎么样转 他们都看到很多射创的团队 那就是在解决几点几几点几的 那些允许发展目标 所以他可以说是 他的这个与会本身就是国际的 那我随便举这个 总统被黑客中的任何例子 因为我们每个总统被黑客中的团队 在报名的时候 就必须要说 他对允许发展目标到底做出 怎么样子具体的贡献 每个评审也必须要说 他跟允许发展目标的 就是扣合的程度到底如何等等 所以这些对于国际的朋友来讲 都是不需要额外再花力气 就可以理解的 因为允许发展 本来就是各国的社会创新者 现在认知度都已经非常高 在台湾做社会创新 社会企业这些组织 对于允许发展有听过的人 已经超过七成多了 那这几乎四分之三的朋友 愿意用SDGs 去把自己的工作来进行整合 所以这个时候国合就不会只是 好像在SDGs3 就是疫情上面的援助 这个当然非常重要 那但是SDGs16 就是我们怎么样 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推动我们的 像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非常公开透明 这个1922打一桶电话 就可以需要他们给一个交代 甚至要他们去 戴粉红色口罩都做得到 那这些的东西 这个是SDGs16 就是即时的反应 政府的即时反应 那这个又可以再连到 好比像说我们在疫情的过程里面 去推动大家去了解说 口罩不能随便乱丢弃 口罩它本身也是塑胶制品 等等 这种awareness 那就是负责任的生产跟消费 在意海洋的生态等等 就是它可以从SDGs开头 但是它就可以慢慢延展到 各种不同SDGs去 那像这个凤茶 当然就是我们的 就是接近水资源水环境 的那个SDGs 那每一个 我们只要能够讲出一套道理 这个国合呢 其实在现在全世界大概都是用这实习 像有循环的目标 来进行这个 就是资源的调配 有24个朋友说 好 那但是我刚刚说这个 不要好像只有没有下班时间 但是呢 有一件工作 就是及时澄清的那个222原则 让各个机关都成立了无数个群组 而且这些群组呢 因为它要在两小时之内 就能够给出回应 所以就变成是好像24小时 必须要随时待命 那这个要怎么样解决 那当然就是说 当然一个人 他当然不可能24小时待命了 大概是没有这种事情 那就是多少还是要学一下 那所以我们当时 在提出222原则的时候 并不是说 好像机关里面有一个人 要就是好像战卫兵这样子 而是说每一个机关里面 应该要有大概 五到七个不同专长的朋友 他可以互相cover 那互相cover之后 他也可以互相学习 意思就是说 可能就是早中晚三班之类的吧 就是说随时还是有一个轮值的人 但这个轮值的人 他在两个小时之内回应 并不是说 他在两个小时之内 就必须要把那个substance 就是把那个回应的文本 就必须要找得到 而且你平常就要累积 这些类似强奸问题的这些东西 他这两个小时做的事情 其实是给他一个包装而已 就是给他一个梗 去找一个最新的实施梗 什么梗 或者是说机关手掌 愿意就是预露一些梗图 然后让你使用 这个也不错等等 那所以就是说我想这个format 就是格式的部分 跟substance 就是确定你的回应文字的部分 这两个如果一定要包在一起处理的话 那当然很可能会变成 好像就是必须要随时待命 然后谁都没有办法休息 但是如果这边是类似一个 像这个知识管理的一个资料库 像我们三费券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三费券的那个疑难杂症 真的是太多了 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说 1988的朋友们 如果每一个我们都要及时在线上standby 那中期出就不用做别的事情了 就专门做三费券就可以了 改名叫三费券出 因为他们的每一个组都被抓进来做这件事情 那所以他们很快就发现说 没有我们必须要在 就是我们给银行端 就是兑付的部分 或者是我们在邮局提应的部分 等等这些部分 我们后面都要有一个knowledge base 那这个就是大家共用的一个knowledge base 而且它只会涨 不会删掉 那这些部分呢 其实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把这些都公开在网路上 而且每个都有一个网址的话 那这个其实大部分人其实一截图啊 因为这个手机开得很容易 你一截图 然后它就传出去了 其实不太需要 就是你一直standby 那然后呢 就是有一些就是 好比像说这个破损 这个余留部分在四分之三以上 或者号码文字花文人可辨认 那当然之前不是也有发生过 就是它有一个类似印刷错误的那个 或者封装错误那件事情吗 但是就是说这么多件才出了这样子一件 那这个应该是有点像是那个印刷的邮票 或者怎么样 应该是那个价值非常高才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的这个及时回应 不一定总是要defensive 你如果defensive去说 这个我们这个良率已经很高啊 什么之类 人家觉得好像就是公部门本来就是会这样讲嘛 但是你如果去说 那这个我两万块跟你买 这个实在是非常的 真贵 什么之类之类 这个那应该是三万块 对因为它是三千块的面额 十倍给你买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它一下就变成一个梗 而这个梗就不需要业务机关 这个完全是就是政治判断 就是梗的这边来判断 所以我觉得说 越给梗的这边一些自由度 那你的业务机关就越不需要 及时变出像这种FAQ的东西 你还是可以在你的正常的公务流程里面 寻就是正常的签合的程序 你要一个工作天就一个工作天 两个工作天就两个工作天 因为对大部分的朋友来讲 这些是还没有碰到嘛 这些等于是你超前部署 就是有人打1922或1988 那你就开始回答他 那这里面某一个爆炸了的时候 那做梗的那边就可以回来拿这个 而且它不用再问过你 因为你这个已经在网路上了 你可以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任何你在网路上的东西 你如果只是引用它 或给一个网址的话 那连一层都不用签合 然后做梗的这边可以直接出去 那这样的话 这两个只要一脱钩 大概业务这边就不会 就是受到那么大的影响 那这个也是 就是之前经济部的一些 就是生据教训 可以给大家分享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在有限资 时间跟资源的情境底下 提交的作业 以100分为目标 但是因为实际的客观状况 需要提交5题作业 也要有100分的品质 通常会被要求系统处理 所以就会产生出 叠创价物的系统功能 那这个时候 原系统的功能 失效就会歪楼 那要请问数位服务 要怎么样避免该状况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数位服务 就是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就是一个是数位化 Vigitalization 就是说本来是需要用纸钞的 这个你现在就是改成用数位 那把它数位化 比方说之前的那个院检的卷证 要交换的时候 竟然要用扫描机 而且它刚印出来的 因为它数位交换当时 那个加密的方式 双方没有共同的认定 所以只有纸本算数 所以就是我刚印出来的 要送到你那边 你要扫 那扫完之后 竟然我要借这个卷 我要在这边 我还要扫一次 因为你扫的 我不能够做准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 印表机印出的东西 最多要扫三次 这样一个很不幸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数位化 至少可以把这种很容的情况 把它省掉 就是你在工作里面 去看说哪一些部分是 就是你之前会很放心 交给替代仪 但是现在没有替代仪 做了的这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 大概都是可以数位化的事情 就是最基本的这一层 那这一层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这个实际客观状况 要提交五题作业里面 有一些其实是 之前别的地方 别人已经做过的 已经填报过的 系统里在别的地方 已经有的 你只是需要跨业务机关 那我们都知道说 有时候跨三级机关 反而比就是跨部会 还要更困难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那就是说 如果每一个机关的 资料的流向 可以不是只是 往自己的虚用去流 而是说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去看到说 我这边所搜集到的东西 别的虚用机关 说不定也用得到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把这一份 把它数位化的时候 就会像我们 像之前协调 司法院跟检方的 那个交换一样 现在一直到 最高法院 他们都同意电子交换 那其实最需要的 其实只是你们的 责案专责人员 在一开始就进来 然后扮演那个红队 就是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挑战 去攻打你的这个系统 那不是一般的压力测试 因为一般厂商压力测试 是假设 一次有十万个 这个品性良好的 使用者来使用 那但是就是资安人员的话 他们是具有创造力的 品性绝对都是 非常不端的使用者 来用各种创意的方法 来挑战你的系统的极限 那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子 就是在系统 一开始规划的时候 进来这样子进行讨论之后 发现怎么打 都攻打不下来的话 那你这样子这套系统 它的泛用性 就会变得比较高 而且你就可以说 那我就可以很放心的 去开放 让我这个机关里面 其他的人 也可以read only 或者view only 的这样子的方式来使用 那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作业 说不定五题里面 已经有一两题 是别人做完了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 就是digitization 那在数位化之后 当然还有所谓的 数位优化 就是optimization 那所谓最佳化的意思 就是说 这件事情呢 它里面有一些部分 你在做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好像是 机器人一样 好像是工具人一样 就是说 每个人来做 其实没有价值 判断上的差别 也没有不同的 这个生命经验 可以有不同的贡献 像艺术创作 设计都是这样 而是说 只有良率跟速度的差别 那像这种性质的东西 要做到100分 那其实 机器人来做 真的比人来做 要容易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说 像第一届的 总统变黑客松的 一个得奖团队 它叫 强交水宝宝 那就是去看说 这位简漏员 他是在 就是各种各样子的水管里面 去看说 到底哪些地方漏水 当时在基隆小区 从一个地方漏水 到被简漏员听到 就要过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 是在戴着这种耳机 有点像听诊器 去听 没有漏的水管 那这个其实是 相当容的一个工作 那不止让他们 招募年轻人 变得相对比较困难 而且其实他们 主观的工作成就感 只有在他们听到有漏水 而且用有创造力的方法 解决漏水 那可能就是 就是才 就是四五天 可能才有一次 这样子发挥所长的 这个机会 所以后来他们就 想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他们有一个机器学徒 那这个机器学徒呢 是透过Skada 就是公共系统 去看这些水压 水流量等等 去把他们之前的判断 跟他们直接用水量 去进行结合 结合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一下子 就判断出来 这个师傅附近三个 最有可能漏水的地方 是什么呢 每个的信心指数 可能只有七成 但是他一天跑三个地方 总有一个地方是漏水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工作就划在 有创造性就是 怎么解决上面 那这些年轻人 要加入的时候 就不是 就是跟老师傅 一直学说 就我听没有漏水的地方 而是他就可以调教 这个机器学徒 让老师傅去训练 机器学徒 那年轻人是 设计机器学徒 但不是真的去听漏水 他可能只有听一两次 知道那个声音 是什么而已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 一种解决方案 我觉得是我们 透过像总统北黑客松 最想要鼓励的 就是在工作流程里面 有一些步骤 它是必要 但是不是人 一定要人来做的 那这些部分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 把它交给机器去做 那现在大部分的机器学习 如果你的输出输入都很稳定的话 它只要观察你的工作 大概可能就是那个环节了 大概可能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总是可以帮你做到 像刚刚讲的六七成的那个地位 那所以这个也是很具体的 就是优化的部分 那如果你可以数位化 也就是省掉这些 完全是只是数位化再印出来 数位化再印出来 然后跨机关要重复登打 重复建议的最基本的事情 然后又能够把一些的工作项目 能够就是用机器学习 等等的方式 把它就是最佳化掉的话 那你理论上每天 就会多出可能半小时的时间 那多出了这些时间要做什么呢 那就可以做创新 就是去想说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如果这个提交作业 以100分为目标的话 我们有没有一些方式 提交另外一种作业 它可以同时满足 两题以上的这个需求 那像就是这个通常 就是系统的目的外使用 像我举例 好比像说像 我们刚刚讲到卓资源 说大家来一起设计报学软体 所有财政部的人 都一起来画报学软体 那套系统还真的很好用 所以后来我们去 就是EMASK 在就是不管手机 或者是超商 去订口罩 其实就是同一套城市 完全没有改什么 只改了参数而已 那所以这个就是 需要有一点余裕 才可以想到说 与其就是自己去 从头写一套系统 那资安什么 要测非常久 不如你拿 大概绝对不会错 也就是封锁水的那一套系统 但是你就是改几个参数 那这个时候 大家一瞬间 就可以去进入哪个系统 那但是身份认证 当然就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用 健保快一通 可健保快一通 本来也不是做这个 他们还是做健康存折的 那所以我们就把健康存折 征收过来 然后当做一个整合式登入用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 有健保快一通的话 上面会看到一个 动态六位数验证 那个三倍券身份验证 那那个就是未来的 类似虚拟健保卡的 一个雏形 未来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带健保卡 只要带手机 但是你有关健保快一通的话 那你不管是在领药 皮夹 就诊等等 它都可以用 扫QR Code的那个方式 就一次性QR Code的方式 来取代你 一定要随身携带健保卡 这件事情 那不但是相对上 比较无接触 而且鲁卡器 比较不会坏掉 在一些特定的情境 然后比方说 巡回到平衡 偏向医疗 只有一个医师 它的医师人员卡 一直放在那边 然后大家要排队 来过卡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 健保卡的协入速度 就会变成瓶颈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透过那个 正扫反扫的方式 其实很快 就可以去把健保卡 数位化掉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都没有改 现有的系统 我们只把本来的 这些系统稍微串接起来 然后它就变成是 就是本来已经提交的作业 而且这两个系统 本来都已经100分了 那可能中间 加一个拱桥 然后用来卖口罩 那这个一下子一接起来 就可以做到60分 可以做到70分 那接下来 再慢慢按照大家的 就是批评指教建议 那所谓你请你来 然后来一起优化 那优化到最后 现在真的是已经蛮顺了 那当然在此之前 就是很少人知道 你在便利商店 插健保卡 可以缴综手税 那但是自从 可以买口罩之后 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所以今年就很多人 跑去便利商店 找众手税 两万人以下 可以直接在 就是柜台结账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从经济部的角度 或者从机关署的角度 他们这五题 他们可能只要做半题 因为四题半 就是才是不碰巧做完了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才是 真正数位创新的意义 就是说 你会发现 说人家已经做完了 那四题半 而且不是在 就是基础资料搜集的部分 而是在这个创新模式的 服务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是第三集 可是第三集 这个就是创新的部分 还是需要说 你是靠就是数位化 跟数位最佳化 这两集都做到一个程度 有一点余裕的时候 才能够来想这件事情 确实是这样子 那我们到几点 这个有人知道吗 到三点半 到三点二十 那所以还有 还有七分钟 那我尽可能快一点回答 有时就会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该如何突破 政府机关制作 一成不变的宣导影片 想要创新 但是上层长官 又害怕破坏政府形象 结果拍出来的影片 就是成效都不佳 因为就是我们有一些 创新成分 那一路牵到上面 就就是越来越 这个不创新 那当然就是一方面 你可以去说 这个其实是民间提供的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 因为我们在总统 我们黑客送就是这样嘛 就是说如果这三个月 就是凤查到最后 没有做出成绩来 没有人要下载 APP闪退都修不好 什么之类之类 那环保署的同仁就可以说 没有这些民间的一个活动 我们去提供指导 那但是他们三个月下来 他们三个月下来 真的做得不错 闪退也修好了 QR Code也扫得动了 游戏话也做得不错 那马上就可以说 那政委我们门口有一个凤查 大家赶快来拍照 那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有一个雏刑 而且你不知道 他到底好不好的时候 常常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说 这是我们公开证稿嘛 民间的想法嘛 那民间的想法 我们给他一个舞台嘛 什么之类哦 那所以就是说 就像我刚刚说这个 就是我们在国家公园的 这种案子的时候 就算是警员 他也是用公民的身份来参加 因为他并不是 真的很想潜到警政署长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 那所以我们在总统 黑客送或者是 在我们的社会创新事件中心 常常都会看到说 我们办的这些所谓民间的 民间黑客送的活动 明明就有很多公务员来参加 但这些公务员 就是民间的身份 然后把他创意在那边 就是让人不得不看到 那不得不看到之后 其实当他是民间的时候 我想社会上面 对他的这个宽容的程度 是高很多的 所以像我们之前 大家可能有知道 一个很好社会创新的例子 就是大家群众募资 跑去纽约时报 登广告的那个 Time I can help 对 那那个就是 这是聂永珍老师的设计 阿滴的英文 那然后 但是其实他们一开始 不是这个文案 大家可能知道 一开始是一个 非常非常中二的文案 而且是对那个 就是谭德森 这个先生 有相当多的不满 等等 那然后 但是瞬间就有很多 乡民跑出来说 他们愿意提供编辑服务 愿意提供新的AB版 什么之类 因为他们都很了解说 如果这个 就是我们跟WHO的 恩怨情仇 真的跑到纽约时报上面 登的话 纽约人看了 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 就比较成熟的一个态度 不那么中二的态度 那当然一方面 就是这些发起人 是很棒 因为他们很愿意 诚心地接受 乡民的批评指教 但是这些乡民里面 不乏外交部的公务员 所以就是说 他们当然不可能 自己弄这样子一套 外交部 虽然现在非常开放 可能没有开放到 就是大家可以群众募资 然后去决定 外交部的文学院程度 那但是 因为他们就是 以乡民的身份 投入这个纯民间的东西 确实是 就非常的好用 而且他们以民间的身份 也比较能够约到我们 像可能陈建仁老师 来录这种线上课程 然后变成 就可以一次教 全世界的人 怎么样防疫 等等这些工作 那当然如果有人 用健保快一通 在上面就是 有贡献口罩 给这个国外的话 那这个我们 在当时自己推出 他们从民间 马上就去衔接了 所以这也是 公务的创新 在这边 我们如果 他这样子画出来 觉得很难看 那我们就说 没有 这就是阿迪 念永珍 他们的设计的工作 但是他们这个设计出来 还真的不错 就这个技术系 还真的不错 那我们就可以 直接去参考 所以现在大家 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口罩响应荣誉榜榜 它也不是 GOVTW的网址 它是.com.tw 也是TaiwanCanHelp 那这是一个 大家共用的一个网址 所以既然不是GOVTW 就可以比较有创意 所以当时就是 他们就跟我说 你可以找自己的名字 确实找唐凤 就可以看到 我响应了 六片口罩 那但是其实 唐凤为什么有 三十六片呢 因为有些是唐凤平 唐凤敏 唐凤仙 名字里面有唐凤 就算了 加起来 这个唐凤队 一共响应了 三十六片口罩 这个就非常有梗 我就可以按分享 按分享 就可以分享给其他朋友 那但是 就是说 这些完全都不是 就是当时 这个 护台湾驻世界 最一开始 为什么叫护台湾驻世界 因为这个是 国际护理师 跟驻产时日 的这个 节庆的一个网站 它本来完全是 就是就是护理师 那一边的一个节日 那但是因为 就是口罩 然后又变成在 健保宽一通 健保宽一通 又变成大家可以 捐助捐助响应 又变成从阿迪 这边出来 所以到最后 就是这边就 额外外加了 这个很有创意的功能 但他就可以说 没有这是民间活动 我们响应民间活动 那所以从 长官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你也不妨 就是扮演一日乡民 的那种角色 然后就是让 这种民间的创意 可以发挥 就算这些民间里面 其实七成了 都是公务员 那但是至少 他在一个 比较能够 尝试错误的 这个环境里面 那如果这个东西 真的很好 像那时候我们 青年咨询委员 黄伟祥 那时候他拍了一个 大家去俄罗斯比赛 那个WorldSkills 就是世界 继续奥运的 那个竞赛 台湾获得了 这个世界第三名 那那支集资的影片 非常专人热雷 然后甚至到 院会都播放 那当一支民间 自己集资 然后就是因为 他是劳动部的 青年咨询委员 请劳动部长实际去 这个俄罗斯去 卡山去那边 青年见证 回来这个 当苏院长 在院会播放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 他不管本来 是不是民间派的 其实都会变成 政府的这个立场 那所以我们就会 请这些机制选手 在国庆 这个上滑车 游行 台湾英雄等等 那而且这样子 游行完之后 他变一个常态性 一个事件 就是他们的大学 就会请他们去 帮助他们的USR 或者他们在地的中小学 去一起改造 他们的校园 然后变成是说 我在国中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说 我考不上 才去念技术高中 而是我就是要跟 这些机制的 奥运选手一样 那我所以 我才去念技术高中 因为对我的 就是家园 可以有所贡献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最后就是 有18位朋友们 想要问说 可不可以领教一下 政委的脑坡攻击 好 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 最后就是 一个脑坡攻击 结束这个回合 非常感谢 大家的这个询问 很棒的问题 谢谢 大家都接受到 政委的脑坡攻击了吗 好 谢谢政委带来 精彩的演讲 这么不一样的 名人讲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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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